因为一个员工的疏忽大意 导致100多只罗维娜死亡 引起死亡的原因 就是因为蛆虫药的剂量出了问题 蛆虫药的单位本来是好客的 但是那个员工把它当成客在使用 剂量相差了1000倍 我想我说的这个事情 只要玩罗维娜10年以上的老玩家 都会有所耳闻 那个员工失智把蛆虫药剂量增加了1000倍 导致100多只世界顶级的罗维娜犬死亡 这个事件在当时的狗圈是非常出名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狗驱虫的那些事 很多人认为成年的狗就不需要驱虫了 这种方法是大错特错的 实际上成年的狗每4个月就需要驱虫一次 如果驱完虫 可以在狗的粪便里面看到有很多虫子的话 隔一个礼拜再驱一次 而幼犬的驱虫方式是每个月都需要驱虫一次 直至它成年为止 那么狗多长时间是成年呢 用老话来说就是狗长当年 前12个月就是狗生长的最快的时间 所以喂养幼犬前12个月 每个月都需要做一次驱虫 这样小狗才可以长得更好 而且可以有效地避免狗狗肠道之类的疾病发生 实际上狗长得最快的是前8个月 基本上8个月过后 骨骼就基本定型了 后期生长空间就不是很大了 但是它会往宽再长一点 也就是变得更壮 大概1岁半左右会彻底地定型 狗驱虫的方法实际上有非常多 成本最低的是左旋迷左 左旋迷左在售药店 1块钱就可以买到100粒 也就是说花1块钱 你狗几年的驱虫药都搞定了 但是一种药是不能驱所有的虫子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给狗喂驱虫药的时候 换不同的品牌 每次间隔用不同的品牌 效果才会更好 我是狗鱼者老汤 更多精彩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